今天這一集就是我們碳板對決系列的第二集 我覺得Pro3的Q軟感受算是非常軟硬適中的 是一雙上腳之後就可以馬上出去跑的跑鞋 不太需要花太多時間來適應它 那以腳感上來說 它畢竟沒有前幾代HOKA的碳板鞋來講這麼死硬 有這個孔洞算是它的獨家招牌 那也是一個比較科技感的跑鞋 HELLO 大家 我是你叫楊哲瑞 有沒有看我手上爆了一堆 沒錯 今天這一集就是我們碳板對決系列的第二集 因為其實太多款碳板鞋在一集裡面拍不完 所以我們今天呢 參賽的對手 我們來跟大家一一介紹一下 第一雙 Adidas ADZ RAW Adios Pro 3 第二雙 UA Velocity Elite 第三雙 HOKA Rocket X2 第四雙 On the Cloudbone Echo OK 那我們就開始對決吧 第一雙我們來講的就是 Adidas Adios Pro 3 那這雙已經拍了蠻多次的 但因為這次碳板系列的大會集 我們還是把它拉進來 畢竟它是 目前來說 Adidas 在這個碳板鞋 就是世界級的賽事當中最有競爭力的一雙跑鞋 所以我們第一雙就搬出它來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啦 它還是一代神鞋 無庸置疑的 它在跑起來的感受 第一個 我們講穩定程度 很多比較厚底的碳纖維板跑鞋 可能會在落地的時候 可能有比較容易不穩定的感覺出現 可能左右的歪斜啊 或是落腳的位置會有一點晃動的感覺 那這雙在Pro3上面都沒有這樣的問題 它前掌有加寬的設計 所以在落地的時候是非常紮實的 那第二個呢 是它的Q軟感受 那我覺得Pro3的Q軟感受 算是非常軟硬適中的 就有些跑鞋會太軟 軟到你會覺得力量不見被吸收 那我覺得以Q軟程度來說 它算是平庸以上的水準 就是中上 如果是分數的話 Q軟感受我可以給它到7.8分 那接下來推進感受 如果是推進感受來說 Pro3當然是非常非常有感的在跑步當中 會帶給你很好的推進效果 那當然它也不至於到暴力到 像上一集 如果你還沒看過 趕快點這邊 就是美金濃的這雙Wave Rebellion Pro 它的暴力程度一定是無庸置疑的王者 那我覺得以Pro3來說 會稍微再往下修一點點 算是可以駕馭的程度 但是又不至於讓你一下就爆掉的感覺 所以推進程度來說 我可以給它到8.5分 整體來說我覺得 Pro3就是非常均衡 而且如果你是要拼成績 然後有一定的還真效果 而且持續時間很長 我覺得它都還算可以駕馭 而且可以持續給你幫助的跑鞋 第二雙跑鞋要分享的 就是UA的Velocity LEAD 這雙跑鞋也是我們前陣子開箱過 幫天木逢梨所選鞋的一雙跑鞋 我覺得這雙算是今天的四雙裡面意外的 我原本對於它的排名順序來說 可能沒有這麼看好它 但我覺得今天四雙鞋跑下來 艾迪達 UA HOKA 還有 這雙跑鞋來說我覺得 它可能會是今天的第二名 非常非常厲害 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跑起來的感受 這雙Velocity LEAD的推進感受來說 我覺得大概算是平庸之上 它的推進感受不會過度暴力 但是它的腳感上會覺得 是可以接受的感覺 一開始我其實認為它把中底FLOW 當大底使用的這個科技呢 其實會有一點點堪憂 抓地力感覺 或者是推進感受 這層中底才只搭配到這個FLOW的大底 其實整體的感覺會是我覺得 Q軟扎實 而且是非常適中的 就是它的推進感受上來說 你不會認為它有過度 推進到不行的感覺 可是它又可以適時的帶給你一定的 輕輕的這種 溫溫的 推下推下推下 我覺得這種感覺 算是 在實際跑步當中你可以覺得 可以駕馭的一雙跑鞋 但以軟Q程度來說 我覺得就是因為它兩個中底材質的混合 感覺上腳感會有一點點 好像沒有合在一起 我覺得是它的小缺點 就是你會覺得好像 可以感受到中底跟大底 好像是兩層不一樣的東西的這種感覺 腳感上沒有覺得合而為一 但是意外的跑起來 你又會覺得它的Q軟程度跟推進感受 是一雙上腳之後就可以馬上出去跑了跑鞋 不太需要花太多時間來適應它 所以以推進程度 我可能只會給它7.5分 但如果以軟Q程度來說 我可能可以給它到8分 剛好跟我們剛剛拍的 ADIOS PRO 3是相反的狀態 但這雙我覺得是今天 可能可以到第二名的強項 因為它是一雙 還蠻容易上腳的一雙跑鞋 第三雙跑鞋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HOKA的RUCKY X2 這雙跑鞋我覺得在剛推出的時候也算是 在社群上 至少看到非常多同溫層的跑者也都有入手來體驗這雙跑鞋 它畢竟是一雙HOKA自家產品當中 算是比較大革新的一代 那以腳感上來說 它畢竟沒有前幾代HOKA的碳板鞋來講 這麼死硬 這麼跟我們想像中的碳板鞋差距這麼大 它是一雙 大家想像得到的一個碳板鞋的感受 以腳感來講 它是一個非常Q軟的選擇 落地的時候你可以感覺到這個中底的材質 塌陷的程度 是非常Q軟舒適的 但也因為這樣 它的推進感受我覺得有一點點受到 太Q軟的關係 所以沒有表現得這麼好 跑當中啦 我會感覺到 落腳的時候 尤其在 後跟著地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很明顯 它會有塌陷Q軟的感覺 雖然很快就回彈 但你會覺得速度有一點點消失的感覺 那推進感受它也是溫溫的 不會過度暴力的推進 但我覺得這也是 就是HOKA他們家的一貫招牌嘛 所以HOKA ROCKY X2這雙跑鞋 我的主觀評分 在Q軟程度上 我可以給它到8.5分 舒適度是非常高的 但以推進效果來講 我覺得它就有一點點的 收到影響 或許我只會給它 6.5分 還有 其實我們這一集的影片呢 是由INSTA 360 GO3贊助推出 所以我們今天很多的拍攝畫面 都使用GO3來拍攝完成 INSTA 360 GO3呢 我覺得這一代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非常小巧 而且它有磁性的機身 可以讓你解放雙手 在很多時候你可能沒辦法拿著相機拍攝的這種極限畫面 這個時候如果你有磁性的GO3就可以輕鬆解決 迷你機身輕巧西變 而且輕鬆固定 隨時都可以開拍 最重要的是它有POV視角 可以讓你在跑步當中 拍攝到一些平常拍不到的角度 這一代特別新增了多功能的 ACTION POD 可以自帶翻轉螢幕 讓你在拍攝的時候可以確保 是有拍到自己的畫面在其中的 最重要的是這次搭載的這個 ACTION POD 電池續航時間 來到170分鐘 所以這一代的GO3呢 如果你是一個生活記錄者的話 我覺得使用GO3可以輕鬆記錄 任何 你想要跟家人分享的這些難忘的時刻 那如果你是像我們這樣的內容創作者 或是運動愛好者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多功能相機 隨時拿出來當BeatCam來補畫面 甚至可以拍出一些比較極端的視角 都是這一代INSTA 360 GO3 非常適合勝任的角色 第四雙呢 也就是昂跑昂的這雙CloudBone Echo 那大家認識這雙跑鞋 或許是從鐵人三項冠軍 就是戴樸顫澤公這頂帽子的 Eden知道這雙跑鞋 那其實在昂跑這個品牌呢 在台灣來說 我覺得算是非常新的品牌 或許就像五六年前的Hoka 但是這雙跑鞋 其實我去日本 路上看到超級多人穿著這個系列的品牌 那當然啦 它的外觀設計就是有這個孔洞 算是它的獨家招牌 那也是一個比較科技感的跑鞋 比較深入的介紹 未來有機會一定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直接來跟大家分享 我腳上這雙 Echo的腳桿 它實際在跑起來的感受呢 大家雖然看起來這個很多孔洞 感覺上會是蠻舒適的 但我必須直接講 這雙鞋的落地感受 是很直接的 就是很紮實的 所以你會感覺腳桿是比較硬派的 如果以舒適程度來說 1到10分我可能只能給它到6分 因為我覺得腳桿太過明確 那其實在上個月我去跑 北海道的寒冠馬拉松的時候 就很明顯可以感覺到 這雙鞋到後面 你肌肉有點沒力的時候 它的這個Q軟感受 因為沒有到非常的舒適 所以你會覺得到後面 很紮實的情況 會讓肌肉有一點點負擔 那如果推進效果來講 我覺得也大概只有 大概7分左右 不是說真的到 非常的暴力推進的感覺 所以實際上 我覺得整雙鞋 都有一點點小可惜 就是外觀上非常帥氣 而且穿起來很潮 可是我個人會覺得 他以碳板鞋的定位來說 或許還沒有對得起他的身價 因為他或許是今天的四雙跑鞋當中 是比較貴的一款 那因為我們評測的是四雙跑鞋呢 如果以我個人的 喜歡程度 意外的好像剛好就是我們介紹的這個順序 第一名 無用之一定是Pro3 那今天的四雙跑鞋裡面 第二名我覺得可能會是 就是UA的VLAST體力 那第三雙HOKA 第四雙是ON 那這四雙跑鞋都有一些各自的優缺點 但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 想要選擇碳板跑鞋 但又覺得 怕他暴力到 過度推進的話 或許 HOKA是你的第一選擇 但如果這四雙跑鞋裡面你想要一雙 比較續航時間長 甚至可以持續帶給你很好的推進效果的話 我覺得Pro3 或許是 成績的好朋友 但是如果 你的距離比較短 然後你想要 就是稍微比較硬派的 這種腳感 因為有些人其實覺得太Q軟的跑鞋 對來講後面會有點覺得力量不見 那我覺得ON的這雙 Cloudbone Echo一定是很好的選擇 雖然他 非常扎實 腳感沒那麼舒適 但我覺得他的速度感受是 比較直接有反饋感受 那 這三雙都講完了 因為這雙鞋的定位呢 我個人會認為他是最平庸的 推進感受 舒適感受 都是一個 一上腳就可以馬上踏出去 不太需要適應時間的一雙跑鞋 所以如果你想要 可以買來可以當極戰力的話 不用太多時間去跟鞋子培養感情 我覺得 U8的這雙Blastity 也非常適合你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 這一集介紹 探門跑鞋系列 對決的第二集啦 那重點是 我們這一集的乾爹 也就是 Insta360 GO3 最近這段時間也有優惠 大家有興趣的話 趕緊點以下方資訊欄連結 我是你的家人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下支影片見 出side 我們就下支影片 給大家看